当我们休息的时候 我们休息的时候 当我们完蛋的时候 我们就尽情的 不管你在哪里 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就在那个时刻 把你所懂的 把你所会的 表现的最好 表达的最好 那么我们就能够去告我们本身的生存 不要当工作的时候 想去掉 或者想睡觉的时候 应该睡觉的时候 好像东西不是乱想 那么好 工作的时候 我们百分之一百工作 那么要休息的时候 我们好好地休息 那么要玩乐的时候 我们尽情的玩乐 那每个时刻 我们就能够提高 自己本身的生存 那么我们再一次 我跟大家问个好 因为今天的反应 跟昨天有点差别 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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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不好 早上我们就要有这种朝气 我们就要有这种干劲 不要死气沉沉 好像刚刚睡醒 那么好了 在这里的话呢 我要再一次提醒大家 就是从昨天开始 上交的业绩呢 可以选择拿我们的 新的第七代的第一批过 好 好 好 我想知道 昨天有人上交业绩吗 好 非常好 非常好 好 好 那么 到时 如果要插柜拿货的话 就要问过 比你之前 上交业绩的人 的意见 好 到时 有没有货源 不要问我为什么 因为有人比你快 有人的速度比你快 所以他都是照牌的 那么好了 昨天的整场培训会呢 我已经讲了 在教我们怎么做这个行业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 从第一个主题如何提高绩效 到最后一个主题 成为真正的赢家 都是教你怎么样 在这个行业里面做的好 做的大 所以我今天我不管 你在哪一个层次 你今天是一个新人也好 你是一个飞马酒 酒玩也好 你今天是一个普通员工也好 你今天是公司的资深总监也好 都必须要保持头脑开通 不要认为说 这个我懂了 当台上被选成官方代表奖制的人 在分享的时候 不妨问问自己本身 如果是你谈 你会怎么谈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样表达 而不只是站在那边 坐在那边 当作观察者 今天在这个场所里面 我是不需要工作人员的 在上课的时候 如果你把你自己定位成工作人员 你可以从那个大门出去了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参加者 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保持头脑开通 去参加这场课程 可以不可以 那我们在站在旁边的所有的同事 有位置坐的话就坐 要不然就拿一张椅子 每个人要坐下来 我不要看到有些人站在那边 要不然就出去 好 要学习的时候 我们百分之百学习 对不对啊 对 那么好了 那么今天的第一场 也就是 第一个主题 就是如何提高绩效 让我们来看看 被选中的这些入围者有谁 Reway系统课程 主题如何提高绩效 入围的由 Team Supreme Pegasus 5 张继正 Team Supreme Pegasus 6 Kelvin Qua 庞大线 Teen Supreme Pegasus 5 长继正 对 张继正 凯和 矿 Teen Supreme Pegasus 9 红继实 Omar Joel 成为这个主题的如何提高尽效的官方代表奖是 Team Supreme Pegasus 张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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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進不來以後 他也相當不爽 所以他就Five孔雀領隊 現在也是我的飛馬里隊 我們給超哥一個掌聲 但是 超哥 你在飛馬里隊待太久 這也是一個刺激 還有 排名這件事情 在之前的 老闆改表郎制度 表郎制度之前是 辛吉制度 抱歉 辛吉制度以前在綠位裡面 三星已經是最大的 慢慢老闆又提高了到 有飛馬里隊 飛馬里隊以後 又加了榮譽飛馬里隊 這個過程 老闆就是一直用競爭方式 讓刺激每一個人 當時我們也是飛馬里隊 上了飛馬里隊以後 有一陣子 很舒服 就覺得 人生已經 已經到頂了 在那邊 在那邊爽的時候 老闆又改了表郎制度 要有榮譽飛馬 所以當時有一次我們參加 表郎大會的時候 本來我們是都在坐前面這裡 後來我們被搭到後面去 跟天米利一起了 當時那種感覺 真的非常不舒服 我們等於是被降級了 各位 所以各位後面的榮譽 林林隊跟飛馬里隊 你有沒有感覺你被降級了 如果當你有感覺的話 你一定能夠再升一級了 對不對 所以就是老闆很聰明的 他讓競爭 讓一個組織 能夠去Fight 你能夠Fight 是不是效率 績效就會提升 這是很重要的一環 其實我們以前都不是很懂這些東西 所以經過這次的上課 才慢慢知道 原來競爭力是非常重要的 能有的競爭力 當然每一個人有熱情有競爭的時候 需要的是什麼 再一個助力 就是第三個獎勵 這個環節很重要 你看有時候我們組織自己本身 也會做這些證明 但是我們丟的時間 或是老是沒有那種效率 後來才了解 喔 老闆講的 證品是 我們為了提高組織的業績 我們丟證品 其實是不對的 老闆所丟的證品的時機是 當他知道每一個人想要的時候 他會在適當的時機 丟這些證品 來幫助你 這是很重要的一環 你看之前 我 我 我們有一次我在孔雀領隊的時候 我跟才哥參加了公司的精英之夜 我們都知道老闆那一天可能會丟出某些的promotion 那我跟才哥是睡在同一間 被安排 還有另外一位 三位很奇怪 我們那一間只有我們 一般來講 孔雀領隊都是兩人住一房 我們那間結果是三人住一房 OK 然後我就問 那時候的才哥已經派到飛馬領隊第一個月了 但是我是孔雀 那時候孔雀我已經很舒服了 很爽了 那才哥派第一名我就問 問才哥 才哥 今天老闆如果丟優惠 你喜歡哪一個 才哥說 如果心急減半最好 是不是 派拼接人是不是最喜歡心急減半 所以當天晚上 哎呦真的 才哥很會算 他就老闆那一天的正比就是 心急減半 哇他高興到那天 晚上回到我們的住宿房間的時候 他一直很興奮 那我看他很興奮 我會不會被感染 其實我就被他感染 我就把自己的組織圖也拿出來 就開始一個話一個話 一直看一直看 就像昨天威廉所談的 他我們自己可以預算的時候 可以中間可以控制的時候 你就會想敗了 所以我那一天算一算 我應該是可以的 很興奮 但是當人有了目標的時候 有時候會不會很奇怪的 用一個負面的聲音又來了 我當時想 那我如果第二個月不過咧 人是不是會這樣 這是人之常見 但是幸虧 各位 我當時睡的是柴哥 這個人很有正能量 他馬上跟我講 張大哥 你第一個月都沒過 你在想第一個月啊 你要把注意放在第一個月 對不對 我想也對 最少打個一個月來安爽也好啊 對不對 能夠爽一個月的飛馬里 也爽啊對不對 然後 所以在這裡我先借助大家的手 謝謝柴哥 因為 所以各位後面的一些領導人們 有時候你要多來跟這些 做到的這些 比較高級危階的這些領導人多接觸 因為他們的想法 跟一般人是不一樣的 他們都是很正面積極的 所以你要多接觸這些人 所以我也很聰明 抱著柴哥的大腿不放 因為可以學很多東西啊 這就是很重要 你emotion要丟對 來 這一次 六月是不是有一個化妝舞會 各位都知道吧 當時在京都的化妝舞會 哇 大家我那時候 老闆說要化妝舞會 其實我在那邊 我很喜歡開玩笑 拿著那個mask 戴在這邊就好了 西裝 反正Tashito穿一穿 戴著不就解決了嗎 就還被老闆聽到 對啦 你這樣就好啦 哇 我當時被他這樣一講 我就有點怕怕的 你知道嗎 後來就想盡辦法 所以當天 其實很多人在那一場化妝舞會 用了很多的心 有三個變形金剛 就 那拿督那時候 看到有三隻變形金剛 在大門口 哇 他說老闆你要發了 哇 這跟三隻箱插在那邊一樣 你鐵定發了 那都是這樣 但是各位 那一天很多人打扮 還有納美人 還有星際大戰的裡面的武士 還有素人 還有組織有一個領導人 甚至裸體 然後貼了一些魚鱗片在上面 哇 是很用心的 而且尤其是這個變形金剛 他一站上去要六個小時 各位 不要耐得住啊 膀胱要很有力啊 當時我辦的是日本武士 日本將軍 哇 光那一套衣服 在穿著上 都非常的重 而且 大概 我花了將近大概 台幣將近二十萬 哇 那道具服是跟 那種拍戲的一屆 還有三個 一個帶 帶衣服來 一個帶武器來 一個帶化妝 所以 大概全部發了將近二十萬台幣 那穿好了以後 問題來了 要去小便 不知道從哪裡小 所以也是憋了六個小時 是不是也很用心 會單一天 謝謝大家 所以那一天 其實早上我們有一個義賣會 拍了整整將近兩億的新台幣出來 加上晚上 大家這麼的熱情 這麼的用心 當時老闆在講話也是哽咽的 他很感動 所以那時候我已經憋得受不了了 老闆在講話 講一半的時候 我就趕快下去 把衣服 把帳甲全部脫掉了 結果就忽然聽到有人 從樓上衝了下來 老闆丟優惠耶 我說怎麼可能 那個時間點不可能丟優惠了 就是因為老闆太爽了 當天晚上丟出七加七 哇 但是他給你的時間一點點而已 但是也夠嗆 每一個組織領導人都賺到錢 所以這個就老闆 真的是知道大家的用心 知道這個事情幫助大家 他就丟了 所以我們當時都很感動 哇這樣的付出真的值得 所以各位 獎勵 這個時間點很重要 現在來了 機會又來了 六月有化妝委會 對不對 那必須要孔雀以上才可以加入 那四月老闆是不是給了助力了 已經有丟一些優惠 讓大家想拚的人更有助力 那這個月呢 昨天老闆是不是丟了一個 已經告知你 第七代要來 是不是 今天結束後 還會不會再加碼 會不會 各位 各位 天灰難測啊 老闆的想法很難很難想 很難猜測得到 但是我想應該有嘛對不對 在這裡先要一下 OK 老闆聽到了喔 OK 下一個方向 組織是不是要有方向 一個沒有方向的組織 就像虎頭餐魚一樣 我在這裡再講一個小故事 就是 西遊記的故事 唐生 要去西丁西丁 是不是他的方向 跟他的信念 唐生本身沒有什麼武功嘛 對不對 所以他是一個人 是幾個人開始出發的 是不是都一個人 組織 做直銷也是一樣 都是一個人開始的 做直銷行銷裡面 不怕沒人 就是怕人多 人多 是不是麻煩就多 問題就多 所以當 唐上站開始出發的時候 第一個碰到是誰 舒服工 是不是 舒服工是不是很難搞 脾氣不好 個性暴躁 然後 然後舒服工有時候 會做什麼什麼動作來 動不動不爽 老孫不幹 就回家了 回花果山去了 所以在日月我看到很多 很有能力的人 但是在日月做不起來 什麼原因 個性太暴躁 太急了 看不到這個價值 所以必須要有耐性 那第二個 來的是誰 豬八戒 豬八戒我們都眾所周知的 好吃懶做 又對看到女生又會流口水的 然後要東要心 貪心的不得了 各位我們組織有沒有這樣的人 講有的人一定感同身受 OK 慢慢的人是不是就開始對了 沙盒上來了 他就清化照做了 接下來就是白馬來了 任勞任怨 其實組織是不是這樣 從來的以後不是對的 但是慢慢慢慢大家有了方向 就會朝那個 也會互助合作 這就是組織 必須要有信念 所以當時的Andy 他也曾經是那個冠軍 但是好被很多人超越 當時你會覺得Andy舒服嗎 其實在這裡很多的領導人 只要未接被超越以後 其實都很不舒服的 所以當時老闆就去跟 Andy講 下一次的表演大會 應該是飛馬九 五環就可以 就可以做得到 就可以拿第一 所以老大當時就 一直激勵的往這些衝 各位老闆跟Andy講 會不會跟別的組織講 一樣 這就是競爭 就在刺激你們 他會把別人要做的東西去旁邊透露一下 讓你們也著急一下 所以當時Andy就一直開始談 一直要Fly這個聘階 但是我們都每每知道 當時的Andy只是飛馬九二環而已 你一下子要加三環 是不是很難 如果你懂得制度的話 所以Andy就一直開會 一直不斷的把目標講出來 當時我在看 其實很痛心 不是痛心 就是很捨不得老大這樣 很辛苦又很難 所以老大的一直這樣在談的過程 讓我也很感動 所以有一次在論的會議裡面 我上台分享 我在論裡面分享 然後我不知道莫名其妙 自己不拿來的勇氣 就跟Andy老大講 這一季我一定給你一個飛馬鈴隊伍 哇 自己講完以後 謝謝 自己講完以後 就開始哭了 當時在論會議裡面 哇 就開始掉眼淚 我給你一個飛馬鈴隊伍 各位你知道我在哭什麼嗎 我在怕我做不到 哈哈哈哈 但是各位 你看喔 我們這樣 不是演出啦 各位真的 真的當時就是這樣哭 你這樣的做法是你的 你的組織領導人也會看得到 他們也看到啦 所以是不是同樣的意思 他們也想幫我 大家一起配合 所以同樣的就是這樣 你只要有一個信念 你只要有一個方向 給你組織領導人知道 他們會配合的 雖然這個過程並不容易 各位真的不容易 因為你從飛馬鈴隊二要跳三級 這個是很難的 它不容易 所以我們也不斷的 因為這樣的使命一直去談 也一直去聊 這中間裡面過程是真的 有的人其實已經答應了 要開始拼了 但是最後有些人甚至選擇放棄 但是他們放棄 你能放棄嗎 我把這個消息也跟老大講 其實老大就跟我講 不要放棄再繼續談 再繼續談 所以我也沒放棄 再加緊的 然後甚至去帶著他 去跑更多的地方 所以人只要有了方向 他的動力就來 你沒有方向你沒有動力 不管怎麼樣 你去衝一把 就像昨天講的 贏這一次 人生就贏這一次可以嗎 所以我就 繼續再拼搏下去 所以當時也真的 在最後關頭也上了 龍魚飛馬鈴 也給了Andy一環 在這裡也真的要 謝謝我組織的領導人的一起配合 所以有了這個四個方向 有四個主題 有方法 這只是一個 其實講這是一個技巧 但是如果你聽到是技巧 你會不會覺得好像 是一種為了做成功而所用的方法嗎 也不是 這是在訓練你 你的領導能力 讓你的領導能力 能夠在這四個方向去做努力 那這個四個方法 假設 你沒有做得很好 另外一個方法 如果這四個方法 你沒有很好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會更好 各位想不想知道 想齁 好像不夠大聲 想不想 很棒來 想我才告訴你們 來 就是 專屬瑞瑞人的課程 這個很重要 有會必到 有道必會 是不是瑞瑞的人 所知道的信念 你要到會議來 要參與會議 有時候各位 很多人 為什麼組織做不當 因為對於公司所辦的會議 並不重視 沒有很在乎 所以你才會帶不到 如果你在乎他 就像今天 如果你多帶幾個 十個 二十個人來到這裡 你想想看 那個結局是不一樣的 因為這裡有很多優秀的領導人 會幫你影響 這個所以你對於會議的重視度 就取決於在於 你以後組織有多大 這個非常重要 那我們的會議裡面 有哪一些呢 公司的會議裡面有這麼多 有周年慶 女秀培訓會 高峰會議 或許你只是看到這個東西而已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有時候一場高峰會議 會跑到瑞士 夏威夷 紐約 只是為了辦一場會議 你要在這中間公司所發的會議 的這些費用 就像今天 這些費用 都是公司 想盡辦法一直處理的地方 也是想讓各位成功的地方 所以會議的重要性 各位一定要重視 就是 就上一次我們所辦的 在台灣所辦的一個 周年慶裡面 有 那麼多的人來參加 那 有些人跟老闆講 老闆我帶不到人 其實老闆 有時候是真的想到說 你為什麼會帶不到人 如果這一場是你花的錢 你會不會帶到人 各位我們用思考一點 如果今天 你開了一家公司 就算你開了一個咖啡店好了 如果都沒有人進來 你會怎麼辦 你會不會想盡辦法 出去外面發傳單 甚至站在門口拉客 因為這個是你的 所以你不把公司的會議 當一回事 所以你才會找不到人 這個邏輯各位懂嗎 就是在這裡 如果你把它當一回事 那 你就會很緊急的 去把這些會議的人 帶出來 為什麼人 老闆為什麼要花這麼多的錢 來辦教育課程 各位你知道嗎 因為公司老闆 要把公司打造成百年企業 這是公司老闆的用心 我們在這裡給老闆一個掌聲 在這些會議裡面有一個精英之夜 我想提一下就是 在我們傳統裡面 我們雖然有些人賺得到錢 但是感覺上那種穿著 都不是很有價值的 有些人看起來就像 福婆媽媽一樣 有些老闆 就像以前我們一樣 穿著短褲穿著T恤 其實有賺到錢 但是人生一點價值都沒有 在這裡老闆弄了一個 天米利之夜 精英之夜 當時開始打造這個精英之夜的時候 然後 是一個指標人物 他每每出來的時候 都穿了裙子 露出兩條細細長長的大腿 哇很多人看到的時候 都很羨慕 都會不會想跟他 就是會不會複製他 模仿他 所以很多領導人 開始本來就像Penny Lee 剛來的時候也是搭大隻的 後來來到這個環境 是不是媽想改變 自己注重自己的身材 所以每一個人來這裡 是不是都開始 穿著打扮都開始改變 氣質上都越來越高 所以老闆打造這個精英之夜 就是要讓每一個人 成為上流社會的這些人 能夠讓我們來見這個四年 那台灣剛開始 都是一些老人家 慢慢慢慢的吸引了 喔 台灣有一個高雄美女天團 哇 自從這些天團加入以後 哇 很漂亮很細節 所以當他們來參加這些 精英之夜的時候 每個人有球的漏球 沒球的擠球 有腿的漏腿 這句話好像怪怪的 所以讓畫面很好看 讓每一個人很嚮往 但是在這個環境 我們男生 是不是也會 注重自己的身材 不會把自己搞得走行 發胖 就像老闆一樣 每每胖了 就趕快去剪 每每胖了就去剪 就讓自己體態 所以每一個人吃的Petite 以後都體態健美 通達人性 OK 這就是老闆的用語 其實 會議 有很多 還有參會 各位 參會也是我們在 把新人營利進入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會 參會裡面 你真的要注重 裡面的ABC法則 還有恐龍的故事 還有Promotion 這完美美我們在做參會的時候 都會做到 參會是離你一般新人進來的 一個前面的一個很要的會前 這個會議 那 當一個人進來 入位的時候 他其實 中重要的是要去教育 你不去教育 很多很多人的想法 你根本沒有辦法去帶領這些人 所以教育的重要性就是 老闆為什麼每每 一直要辦這些教育訓練課程 因為 人必須要受教了 你知道那一天 邱正修有談到 達克效應 在還沒有加入這個公司以後 或是那一天上完課 我才知道 你知道那天達克效應講的是 有些人非常無知 對不對 我們其實都很無知 但是這比無知更可怕的是什麼 各位 當一個人不知道他無知的時候 那才是最可怕 不知道他自己是無知的時候 所以來到這裡 我們開始 當我們知道我們無知的時候 我就開始來學習了 我就來學習了 當我們知道的時候 所以在這個課程裡面 讓我們又提升很多 每每我們加入 在這個十二個課程裡面 每一次看到 每一次學習到 每一次的想法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課程非常重要 就是提升讓我們知道 我們是多麼的無知 所以另一位能夠再走下去 就是因為老闆看到 這麼久了還要再辦這種教育訓練課程 所以我們就是要再往世界第一去前進的 所以這裡面還有三天課程 新極會議總裁引領有約 三天課程這些都是一些激勵 激勵的課程 就是讓一個人能夠更好的一些課程裡面 還有產品分享會 建政會 事業建政會 感恩會還有開幕典禮特別節目 還有最後一個 到老闆家吃火鍋 我曾經去老闆家吃過火鍋 就是在我三星的時候 各位那時候三星可以跟老闆吃火鍋 接下來就要變聽以利 各位現在要去跟老闆吃飯 要什麼接近 飛馬里對五 你們後面的有沒有很緊張 其實我越來越緊張 因為我怕老闆 又提到飛馬里對七以上 甚至飛馬九才跟去跟他吃飯 我很害怕 但是這個就是老闆的一種刺激 他不能讓你太舒適 也讓你有目標再去往前衝 所以在老闆家吃火鍋 其實各位我們到老闆家 老闆不會跟你訓話的 在那邊很輕鬆 甚至老闆會調酒給你喝 甚至會打扶克 我們那天很開心的去那邊抽雪茄 抽雪茄喝著一點點威士忌 就是在裝雅皮啦 就是在裝好像自己是上流社會的人 就是反正那個那個場面 然後最重要的是 老闆開的格局給你看 他的裝潢 他整個擺設 其實就是在開你的你的眼界 其實有時候我們要跟這些 比我們高階層的人 能夠接觸 為什麼我們可以學到很多的東西 也可以看到別人所看到 我們看不到的東西 這是老闆為什麼一直 有時候會讓我們去到他的家 他在打造你有畫面 所以當時我看到在新店老闆的家的時候 我會了解這個價值是多少 那這裡面的裝潢是怎麼裝潢 為什麼可以弄得這麼好 所以我也想要這樣的一個房子 也想要一個這樣的會議事 這就是老闆在開我們的格局 有時候你買在那種高隆大廈裡面 雖然很貴很好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你的車子是擺在地下室 有誰看得到 各位前排的領導人開的車子是不是都很好 但是擺在地下室誰知道啊 所以老闆所建立的就是 讓你有更大的遠見 看得到一些你別人看不到的東西 所以會議就是每會必到每會必帶人 還有要把人帶到對的會議 所以剛也提到了 新人來你要他參加什麼會議 比較適合 是不是產品說明會是第一 你不能把一個新的人完全都不了解的 帶到了一個陪陪會去 除非你事前 跪前有跟他溝通 不然並不適合 因為我們所談的東西 有一些新人他不了解 外界的人如果一個人 腦袋是 空不利的 你馬上要跟他談這些都是進不去的 所以把新人帶到表明大會 是非常好的 我之前有帶過一個新人 一個很不錯的一個一個一個大哥 當他看到在當時的reway的表明大會 飛馬旅隊一上台 後面是不是都有一個大翅膀 你看到會不會流口水 很多人很興奮 而且這個翅膀是調過的 那個高低是每一個人的翅膀都不一樣 所以當時我帶了這個大哥 他看到了這個場面的時候 他就問了 張大哥 張大哥 這個多少錢可以上去 是有人想要的 這種舞台 這種價值是很多人想要的 所以各位 老闆所做的東西 沒有多的 他都做得非常 讓你帶人來每一場會議 不同的會議 就是要讓你能夠借力 用心良苦啊各位 真的是用心良苦 所以從剛剛這幾個 你是想熱情以後 那你要去拼接的時候 是不是老闆給的 這個贈品 就適當就來了 所以這是一連貫的 所以老闆真的用心良苦 我們在這裡謝謝老闆 那最後 大家來到這裡也定定目標了 都想衝了 會不會碰到困難 肯定碰到困難 那那一天 這一場會議要結束的時候 拿督 流暢來講的一個故事做結尾 各位想知道是哪一個故事嗎 想不想知道 他講了一個大便的故事 這個大便的故事 細說的是 就是 拿督就上台來講 他說 在馬來西亞的自然 是不是都比較差一點 我們現在是在哪裡 OK 他就講他們公司有三個人 他們只要下班 其實是走直路是最快的 但是那條巷子很陰暗 燈光不是很亮 所以 大家都不敢往那條巷子走 所以他們都必須繞遠路 多繞這個遠路 可能要多到十五分鐘的路程 到二十分鐘 但是大家寧願繞遠路 也不敢去冒險 那有一天剛好下大雨 雨下的很大 如果這樣繞路回去 舔定回到家 全部都落湯境 所以他們三個人就 決意往這個中間巷子衝 然後互相掩護 朝回家的路上 宿舍的目標前進 所以三個人就開始起跑了 那這個巷子裡面 中間有一盞小燈 所以他們在跑的過程 是從陰暗面跑到光明 有亮度的地方 再跑到陰暗面 所以三個人就開始起跑了 跑著跑著 到那個燈亮著的時候 有看到一個包裹 包得很精美 結果有沒有好奇心各位 大家看到在一個陰暗的地方 會放著一個包裹 是不是很好奇 所以第一個跑到地位的時候 他就停下來 後面的兩個人 是不是要趕快踩煞車 因為怕撞上來 所以這個人就蹲下去 把這個包裹一拆開 看到一條黑黑長長的 看起來像巧克力蛋糕 所以他就用手去搓它 很軟軟的 然後一拿上來 是有味道的 拿渡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他說大便 拿渡第一個反應就是這樣 我們不要管他的 走啦走啦 那兩個還捏在 拿渡就先跑回去了 結果那個人又不相信 不可能啊 怎麼會是大便 然後用手再去抓他 這麼一抓一上來 是不是更大吧 那個味道是不是更濃厚 但味道更濃厚的時候 第一個也很聰明 第二個也很聰明 大便 不要管他的趕快走 結果那個人還停在那裡 第一個人就回去了 第三個人就在那邊 還在想 不可能啊 哪有能那麼惡作劇放這樣 可能是榴槤蛋糕 所以他用舌頭就去舔他 他才知道是大便 當他知道是大便的時候 他就手這麼甩 又往身上 我 各位 我們在做組織行銷 會不會碰到問題 問題就跟大便一樣 你幹嘛還要在身上抹 還要去吃他呢 跳過 往你的目標前進不就好了嗎 是不是 你的目標是要回家嗎 各位我們來這裡 是不是都要成功的 成功會不會碰到很多問題 跳過趴吧 當一個人的目標越大 他的問題就越小 問題 他的目標不夠大 什麼來都是問題 所以各位 在這裡 瑞瑞真的已經 單一產品 制度好到這樣 你還有什麼想法 我不知道 但是在這裡我們看到了 瑞瑞真的是可以讓我們成功的一個地方 我很感恩瑞瑞這個公司 在這邊難免 我的分享已經到了一個段落 在這裡 我要謝謝公司 公司的栽培 還有老闆 很用心的捨得加貢獻 這些的文化 一直傳承到我們組織的 每一個這些大領導 這些大領導 每一個都是非常捨得的 今天我能夠在立位 真的很感謝 還有我的太太 阿滿 是一個很任勞任怨的人 也謝謝 也謝謝 組織每一個人相信我的人 在這裡感謝你們 感恩你們 謝謝今天是我的分享 感謝大家 我們再一次的感謝張大哥 我們再一次的感謝張大哥 講得非常好 謝謝 而且對自己的標準很高 他剛才跟我講什麼 抱歉老闆 我說你當抱歉什麼鬼 你看 同樣的一個主題 如何提高績效 他可以用自己本身的過程 這樣貫穿整個 分調無味的一些 一些點 把自己本身的例子 放進去 把整個人聲這樣講出來 哇 真的是厲害 高智慧 我們再給張大哥一個 謝謝 剛剛還有講到說 可能我會 今天會給Promotion 我是要臨時太多了 才剛出來叫Promotion 還有的粉 還有的粉 我們得要保護這個東西 對不對 一定要保護 一剛出來 它必須要有 一定這麼高的價值的東西 我們不可以這樣 賤賣 是不是啊 絕對不可以的 我們要了解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麼剛才還有講到 TML 我昨天也有提到 這一次 尤其是6月底 會是一個化妝 化妝晚宴 我相信 很多領導人都在 傷透腦筋 現在 基本上看到我 都是 要辦什麼 要辦什麼 非常緊張 每一個人 那麼他就提到 一樣東西 今天是5月份 上個月有做第一個月的 他就有機會了 是不是啊 那麼今天 我相信有很多 有可能還不是TMLB 那麼這些要參加的 有沒有機會 現在開始講已經沒機會了 對不對啊 那麼既然剛才他有提到 我有這樣的一個建議 不知道我們的一些資深總監 我還沒有跟他們討論過 不過我不懂他們的意見是什麼 不過我來討論一下 如果說 這是一個非常好 設立目標的一個月 如果說這個月和下個月 在DML之前 就完成兩個月的DML那些人 如果想要去DML9的話 他可以申請 讓他去體驗一下 這個 這麼難得 這麼久沒有發生了 的一個非常 與眾不透的婉言 你們覺得如何 反應 反應不是很好 那就算好了 有反應啊 他看來應該是有人要 那麼既然如此 當然這個人數就不可以太少了 所有的領導人 就必須要把這個東西 當作是關鍵的 最重要的東西來做了 要不然他們一點意義都沒有 是不是啊 要是出了這個東西 只出現兩個這樣的DML 有什麼意義 他就把DML9這個價值 DML9這個價值 拉低了 我們要的就是一直在保護這些東西 當我們保護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都有價值 它才值得去完成 是不是啊 一些目標你還沒有達到的 你還沒有達到的目標 我們是絕對不能去批評的 因為你還沒有達到 一個人 這馬九七環 你會說 哎呀 這馬九七環 你看他的主事 還不是這樣這樣 你是沒有資格批評的 因為你還沒有完成 是不是啊 那麼你完成了過後 我們才來比較 你沒有完成過後 我们只能很简单的 把自己简单化 把它当作是完美的 然后去完成 要不然你将会停顿不前 所以Tim Linnan这样的建议 你们觉得如何 要不要 要不要 那么我就代表公司 代表所有的资产总监 我们就这样决定 不要说我没有补东西 好了 那么现在已经来到 这个茶点时间 一些没有吃早餐的人 不是可以